有人說一個政黨政治 你怎麼可能自己的候選人 還要知會國台辦呢 可是韓國瑜好像他的聲勢 拉不起來也有他的原因呢 逐步提到要建一個大機場 可是盧秀燕不是才剛剛 跟中央暫緩嗎 來 怎麼一回事你所瞭解的 其實如果一個高雄市長做得好 如果這樣為理論上 大家應該是在總統的策算過程 他的基地都相關的所在高雄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各個官司的市長 要出來選總統 都有作成這種效果 我這場的效果好 大家我出來選總統 我的支持都管 但韓國瑜當作病 一專台灣支持都相關的所在高雄 這我想到一個故事 理工工工年的時候 台灣發言說奇怪 詐騙電話很多 到理工工工年的時候 詐騙金額來到新高 理工工這年政府就塞一個 叫斷源計畫 如果有一個詐騙的電話卡出來 這條線我就把它沾回回 那一日後來 這些人沒辦法在台灣生存 他就在世界又繼續騙 因為其他人不敢騙過 就說又要機場又要幹嘛 結果向我發覺 林高雄失待的時候 他就已經整個一個國際大紀錠了 而且他在說747沒辦法停 大家知道日前四季的時候 清泉也是停過米五二風炸機的 那盧秀燕稍微分給他停下來 然後他們現在 咱剛發局的局長沒辦法出來說 沒有啦 我們暫緩 再規劃一下 加幾筆我們再重新送 沒有要停 這就表示什麼 你們兩個想法就不一樣 你是韓國瑜跟盧秀燕不需要 先悄悄的出來說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台灣的政治又要好 是說這裡有一塊空地 你支持要去公園 環境空氣比較好 我支持要去百會公司來拚經濟 這樣兩種可以討論嗎 不是說同一檔說我又要包會公司 最後就似不像 所以這個台灣要走向更好的政治 首先要拜託國民黨 因為你英文不知道他選出來的人 到底會跟你說什麼八十歲 輸在人民每天上班很辛苦 回來看電視 他會說這個人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是我想理工一半年選機後 韓國瑜我都稱你民主之父 那很多民衆師在賣菜的阿桑 或是說在家裡帶孩子的祖父 民衆師沒有說政治 說我兒子長大如果變這樣子 這國家還有救嗎 那紀敏就說我覺得這個 韓國瑜不好 民主之父韓國瑜 郭台銘到底在盤算什麼 而更重要身為國民黨黨主席 吳敦毅 你又在盤算什麼 來怎麼看 我說人身像賭局 吳敦毅是一個很強調的 你看看你這個賭徒不管怎麼換 吳敦毅都是最大優勢 你看那個時候在公園 公園是白菜的 這個新向中央 回來之後什麼 做行政議長 做副總統 近年 現在當主席 年齊本還要參選總統 敖選人 一個看到韓國瑜 三世起來 馬上隱居幕後 怎麼樣變成挺韓最大勢力 因為又有辦法敲過台銘出來 就不管這局怎麼演 因為我看他英文是最大贏家 他最討厭叫朱立倫 整個人都要不贏了 所以你就覺得說 哇 這個超級真的 就是你們是不是配韓國瑜 不是嗎 不是韓豬配嗎 我們應該在這裡說吧 我看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 那王津平為什麼要去說28萬 某一個頂度他在發揮 因為我們一直在推薦說 郭台銘 柯文哲 王津平 柯文哲有名氣 這個郭總有才氣 那個 當然是那個才 然後這個王津平本來有人氣 結果什麼 被韓國瑜一個上去之後 全部都歐了了 顏家 張家 富家 所以他在標台說28萬 那如果我出來比這個索理比較強 我相信他在發的是這個部分 多有人氣 那還有一個叫韓國瑜 他是怎麼叫他姓氏的 包括蔡英明 我覺得韓國瑜很恐怖 他從去年開始選擇一直到僵使 他的行為像那個流沙 送去問到以上都會倒楣 王津平去年拿他做生 用到整個連總統就沒辦法算 這個蔡英明跟他騎著會 還有什麼二十幾萬人上街頭 這個反對 然後所有什麼陽秋心 黃光潛基 我們最關鍵 哪會騎著會的 整個人都要打他 所以有帝府的一些收場 包括新北市的 包括台中市的 發生這件事 還是快選好了 就全部都理好了 所以整個局勢的健康變化到這樣子 他們都會騎著會 其實只有正面騎著會 我韓國瑜會選得比較多 我韓國瑜一定會跟你選得比較多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 什麼郭台銘如果想要出來選 不管郭民董拿名總統後選 是我韓國瑜 我一定會選到這裡 不要跟我講話余三歲 這樣吧